冰大 你说这大秦的第一功臣应该是谁 国凯 国凯 对啊 这国凯不是赵国的成像吗 你开什么玩笑 战国后期有四大名将 秦国的白起王俭 赵国的连坡礼目 两国是各分一半 可以算是势力心衡了吧 但是呢 赵国却是第二个被灭的国家呀 那只能说明这赵国的连坡礼目不行吗 这事和他们俩就没关系 赵王先后把两个人给炒鱿鱼了 啥 这赵王的脑袋得是个炸鱼 你这帅计划在那写的 我不知道 其实这说到这儿 就必须得给大家提到国开这个人 国开这个人是小心眼 而基于贪财 为了一己之力 把两个将军给陷害了 嗯 好嘛 你想当孙和赢国正沙腾的时候 咋不解决这个招股 年事件到后 您是把两个凝对右 给陷害了 被日他了 你说这国开 不是秦国第一共产 谁敢打 那真是没谁